正在看报纸的女人名叫小美 她和兔头小帅 在昨晚洗劫了一家古董店 报纸的头条 就是这两名江洋小道 小帅拿起报道里的两个明袋花瓶 纯纯50美分的工业瓶 他气得用力摔碎 那家古董店全是些垃圾 什么路易十四的烛台 安妮女王的木箱 他们只是想骗保险 小帅看着这三幅毕加索的油画器的牙痒痒 这些人画的这些 似乎Picasa是一个国家的游戏车 嘿 他们忘了这个 这个相机也就值39美分 他不仅没地方放胶卷 甚至无法打开 除了上面的奇怪外闻 小帅拿着相机让小美去窗边 小美摆出个60年代风靡的拍照姿势 小帅按下快门看到并没有反应 他失望地把相机放在桌上 两人开始争吵起来这次的行动 原本小帅计划去一家当铺洗劫 可小美却觉得古董店充满了值钱的艺术品 经过两周的计划一晚的盗窃 他们只获得了400磅的垃圾 小美露出无鱼子的表情 听小帅抱怨 突然这是相机传来声音 一张照片弹了出来 小美好奇拍得怎么样 小帅的表情却凝重起来 小美拿过照片 看到美丽动人的自己 她没有发现不对劲的地方 又来到镜子前 打量自己没有不一样 再看到照片的小美瞬间愣住 她怎么穿着一件皮草大衣 小帅意识到 这可能是个趣味相机 能内部显影换衣服 她来到没打开过的箱子面前 在用小刀用力敲开后 两人露出惊讶的表情 小美兴奋地马上穿上皮草大衣 在镜子前欣赏着好看的衣服 她转了一圈 来到窗前摆出姿势 意识到不对劲的小帅拿起照片 现在她的姿势 居然和五分钟前拍的照片一模一样 小美看到照片也不再说话 两人把目光看向那个古董相机 晚上小帅在沙发上研究着相机 她觉得这相机能照出将要发生的事情 小美觉得 小帅一定是疯了 她夺过相机 朝门口咔嚓一声 她让小帅赶紧放下上床睡觉 但小帅觉得 相机肯定和巫术 或者黑魔法有关 突然这时 相机又弹了一张照片出来 小帅看到照片直接懵了 小美看到照片的人不敢置信 她愚蠢的弟弟傻蛋小白 居然站在门口 小美表示绝不可能 她弟弟被关在监狱七年 现在才过去一年 突然两人目光看向门口 门把手被转动打开 愚蠢的小白居然从门后进来 和他们打招呼 今晚他刚和另一个人越狱 小美小脑当场荡机 小帅还在确认照片 他把照片扔给小白让他看 傻蛋小白过一会 惊恐地表示 这怎么可能 三人商量 该如何处置相机 电视传来跑马比赛的声音 聪明绝顶的小帅已经想到了 相机能照出未来五分钟的画面 他们可以在比赛前去 拍下胜负榜的照片 蠢蛋小白不明白什么意思 高兴的小帅认真给他解释 终于小白兴奋表示听懂了 他们来到马场架好相机 小帅聚精会神地拍下空白的胜负榜 接下来只需要等待照片即可 三人焦急地等待照片出来 这时照片弹出老白连忙查看 胜负榜上六号的赔率是最高的 随后他们全部把钱压在六号泰迪兔身上 这时紧张的赛马开始 三人不停为泰迪兔加油打气 终于泰迪兔不负众望冲过终点 三人激动地欢呼起来 这一下子就赚了9500美刀 此时胜负榜的数据更新 上面和照片的画面一模一样 小帅赶紧来到窗口换钱 一大堆刀勒装进小美的包里 他们就这样重复操作兑换 晚上他们已经有满满一箱的钱 豪气的小帅打电话定制车辆 他会当场现金支付 这时服务员进到房间里收拾盘子 他拿起相机看到上面的外文问道 十张之后 小帅他们该怎么办 上面写着一个主人十张照片 小帅表情瞬间冷下来 他赶紧把服务员推出房间 又关上门 他们连忙计算 一共拍了八张照片 三人意见分歧争吵起来 三人绷不住贪心抢夺 这时小帅不小心按到快门拍了一张照片 小帅怒喷蠢但姐弟俩 现在只剩一张了 突然这时 照片弹了出来 小帅看到照片连忙扔到桌子上 照片的小美举着双手 露出惊恐的表情 他质问小白 为什么小美会尖叫 因为有人要伤害她的丈夫 而这个人就是愚蠢的小白 小帅连忙掏出折叠刀 慢慢逼近小白 他用力推开阻拦的小美 小白解释小美尖叫 一定是有人要伤害她的弟弟 看着掉下楼的两人小美 悲痛难过 伤心大哭 她亲爱的小帅和可爱的弟弟都没了 这时她看到桌子上的钱开心起来 小美连忙把钱装进箱子里 可怜的小帅可怜的小白一路走好 这时小美想起还有一张照片 她来到窗外给楼下的两人拍了一张遗照 小美正高兴地收拾桌上的钱时 服务员拿着袋子走了进来 她二话不说 直接把钱装进袋子里 她知道三人是警察通缉的对象 她劝告小美在警察发现后院的尸体时赶快跑路 随后拿过小美手中最后的美元 她慷慨地决定把相机留给小美 她拿起上面的照片诡异地说道 那里好像不只有两具尸体 小美听到这话瞬间傻了 在她连忙跑到窗边时不小心绊倒了电线 一整个人直接掉了下去 服务员摇头看着这幅悲惨的画面 她来到窗外看着整整气气的三人 她数了数照片上的尸体 随后房间里只剩下古董相机 窗外的风徐徐吹来 预知未来的相机把他们推向了深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